这第三杯 尽至有喜酒 一路相陪 患难与共 若是有来生 愿你我二人 仍为至丽 成事至今 冯月 你是不是又有什么事了 我遇上大事了 什么事啊 我昨夜 梦到我们找到灵里枝了 神树复苏 醒来 觉得甚是高兴 好 好 待到凌川复苏时 你我 不醉不归 好 一言为定 不醉不归 小石榴 这个是什么呀 这是桂枝 上回我染了风寒 头痛鼻虾 娘亲给我喝的药里 就有这个 嗯 小石榴真聪明 那桂枝我们应该放在哪儿呢 放哪里啊 那里啊 大夫 对 小石榴真聪明 我得喝点什么药啊 喝什么药啊 你的身体啊 没有什么毛病 就是你这里想太多了 回去糖量三次 不出宫就好了 谢谢石榴大夫 来 蓝沈 哎 今日先关门吧 不出诊了 好 小姐 表小姐来了 表姐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来了一会儿了 找我有事啊 来 来 这个 我听蓝沈说 你这几日忙着出诊 多顾不上吃饭 我煮了一些汤 带过来给你 他们这些人啊 要是听话的话 就不用三天两头 往医馆跑了 来 好好喝啊 表姐 你是不是还有庞的事情 这是 十六快生辰了 我给她做了一件衣裳 缝了一个帕子 好 我去叫她 不用 有些话 我跟你说说 这衣裳得等到十六 十六岁时才能穿 就是不知道 她到时候 会不会喜欢 嗯 这个是准备你闻一下 我刚才教过你的 表姐 你为何 十六正好你 我十六岁的时候 我姨母 也给我做了件新衣裳 同样的 我作为十六的姨母 也应当 给她做一件十六岁时的衣裳 表姐 你为何突然与我说这些 难道 你是特意来把女儿让给我的 是啊 十六 永远都是你的女儿 当然 也是我的女儿 那你为何 我的意思是 十六是我们共同的女儿 她只是有两个娘情罢了 你吓死我了 我以为出什么大事了 不如 找个时机 跟小石雲说 你才是她的生物 不解 她现在还小 听不懂 日子 还长着呢 好 来 多喝点汤 嗯 你看看 小石雲 你不是最喜欢姨姨吗 快去抱抱她 姨姨爸爸 小石雳 小石雳 你不是最喜欢姨姨吗 小石雳 你可以叫姨姨 娘亲的哦 娘亲你说不要我了吗 小傻瓜 我怎么可能不要你啊 因为姨姨 是这世界上 除了娘亲 更加更加爱你 所以 你比其他的孩子更加幸运 有两个娘亲 娘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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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哼 哼